外星人的混種之謎嗎 在墨西哥發現了一個巨大的人骨頭 這個人骨頭是不是外星人與地球人結合 而生出來的一種混血腫的寶寶呢 晃榮 依你的觀察跟研究 要談這個問題之前 先談談像我們這種研究外星人的人 最苦惱的問題 各位不要問我 你最擔心是混種嗎 不是 時常被問的一個問題 外星人根本不存在 你如果有 你抓一個外星人給我看 我這個有一個火的外星人的話 我其實不用來上通告了 你覺得會有一些挑釁的 或者是一些挑戰你的言論出現 外星人根本沒有火的外星人 現在我可以抓給你看 有的話 你出場我是爆旁 到台北出場給人家參考 我就不用來上通告了 但是剛才指示員講的 這個是有具體的 你就沒有辦法抗拒 會不會真的抓到的外星人 不在我們藏到什麼禁區裡面去 有可能 1930年的時候 有一對美國夫妻在墨西哥的礦山 就發生一些骨骸 他們就不以為意 一直等到1999年的時候 等到1999年 等了那麼多年 因為有一個研究人類企業的叫做 羅伊德 他就對這個很有興趣 就是這一位 羅伊德 他就成立了一個研究基金會募款 而且弄了一個很大的計畫 開始推動 推動研究工作 那這本書 它裡面有人都論文發表 他在2007年出了這本書 這是簡體字版 我們來看看他從人類血角度來看 當然找到的頭骨是下鱷已經斷掉 他把它拿到頭部附近來做比對 然後跟從人類血角度來看的話 跟近代的人來比 各位來看看 這個是眼睛凹進去的眼窩 人類的眼窩大概是5公分 凹進去5公分 人類的眼窩是5公分 他大概是2.5公分左右 他2.5公分 他比我們的那個距離更近 更近 但是他整個頭部的大小的話 大了大概4成到5成 大頭 所以頭大 然後所以他的腦容量比我們大 然後從人類血角度來看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你看這是我們人類的 你的頭部放著有一個平衡線 平衡線是在中間靠後面一點點 這一個疑似外星的骷髏大概是正中心 所以就引起就引起了爭論 有人認為說這根本是突變種的小孩子 後來去鑑定5歲的時候死亡 5歲的時候死亡 900年前到1000年左右 然後重要的不在這邊 重要的在2003年的時候 開始做DNA鑑定 2003年的時候已經DNA已經開始 DNA鑑定的時候那時候樣本很少 大家知道人類的DNA 父親母親的DNA是集中在細胞核裡面 但是細胞核外有一個立腺體DNA 是完全來自於母親 當時就把立腺體的DNA 就做鑑定 看到他媽媽是誰 發現是地球人 媽媽是地球人 2003年的時候 然後從細胞核的DNA鑑定的話 父親不祥 父親不祥是誰 細胞核鑑定是父親不祥 父親不祥 換句話講 當時2003年鑑定完以後 所以父親可能是外星人 對 他就發表了很多論文 說這個DNA鑑定 然後就出了這本書 裡面的結論就是說 他是外星人跟地球人混種的嬰兒 混種小孩 所以這本書裡面有很多人類學上的 研究的包括很精彩的圖片 你看 很精彩的圖片 然後故事還沒有完 在2011年在去年 因為樣本比較多 又重新做鑑定 重新做鑑定 結果發現說 利陣體的DNA的媽媽也不是地球人 這就有趣了 也不是地球人 所以在這本書出版之後 在推翻以前的研究結果 對 所以他這本書裡面講說混種對不對 最新去年的連體推翻的時候 很可能父親母親都是外星人 所以父親母親可能都不是地球人 所以說你要叫我抓一個活的外星人 沒有 可是這是已經外星人的骨骸的話 如果被證實的話就很有趣 華如你講到這個抓到一個活的不可能 蔡耀 好像在你的文史記憶工作中 歐洲在義大利好像有這樣的案例 而且義大利的電視台還報導過 而且大家記憶無心去年七月的事情而已 去年七月的事情 義大利Media Set這個電視台 他訪問了一個叫Joanna的女孩子 他今年42歲了 他是4歲的時候被外星人綁架 他所謂的外星人 他也沒辦法描述說他長得怎麼樣 他年紀還小的時候就被綁走了 然後就把他帶走 然後他就講說他怎麼被帶走 然後到了一個金屬花光體的 這種圓形的物體 他也不會稱那個叫做灰碟 怎麼稱 我也不知道怎麼來叫那個東西的名字 然後那些人講他聽懂的話 既然類似義大利話 但是有腔調的 他是聽懂 你不要動 我們會對你做一些處置跟處理 你也不要害怕 然後他就任他擺佈 4歲的時候那麼小 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而且孤苦伶仃一個人而已 後來他回來了 對 然後回來了以後 這些醫學人員馬上跟他鑑定 結果發現他全身從頭到腳 有三個明顯的疤痕 而且發現說這個疤痕上面的手術技術 好高 不會像我們有一隻蜈蚣 在上面很可怕 或者是拉鍊 他沒有 那個縫都很漂亮 三個疤痕 另外一點是在他身體的皮膚 還挖取了一些靈光 這個是最特殊的 這個靈光不是一般的 這些地球上任何的物質 或者是合成 或者是化學的 沒有 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而且他本身有很大的 我們的科技沒辦法放到 他身體上面去 沒有 就是從他身上刮下來的 對 我們的科技沒辦法放上去 沒辦法 沒有這種東西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這種分子 而且他會產生巨大的磁長 而且你這個東西在Joanna 他家也沒有這種東西 哪有這種加速器 來製造這一種分子 這個也是很妙的地方 然後又用超音波把它照 跟它做什麼 跟它做人工的流產的手術 然後發現說竟然有嬰兒的心跳 一模一樣 那個流產出來的那個東西 還是有嬰兒的心跳 就是說這個是不是一種 混合物的物種的胚胎 因為還沒成型 可能還小 但是他竟然有嬰兒的那種心跳 這個就很微妙了 所以在義大利有真實發生過 類似這種狀況 對 可見他已經有受精卵了 才會有胚胎 對 這個是混合物種的胚胎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真實案例 還要繼續再研究考證下去 有需要 好 再來我們等一下 五二特工隊要來告訴你 牙膏能不能治痘痘 廣告回來告訴你